去年复兴航空坠落基隆河 造成了43人死亡 有15个人受伤 地检署侦查终结 包括复兴董作 以及两位机师 都获得不起诉处分 去年2月4号 复兴航空从松山机场 飞往金门途中 在南港坠落基隆河 造成43人死亡 17人轻重伤 事后有台湾和中国籍的家属 控告复兴航空董事长林明生 和相关董事等人 涉嫌业务过失致死罪 但事临地检署侦查后 最后认定林明生等11人 罪证不足予以不起诉处分 复兴航空的这个相关的 从董事长副董事长以下的 这些被告等11人 并没有在对飞行的训练 对机器航机的回复的部分 并没有过失 尽管飞航会调查报告 认定复兴航空对机师的选拔 和训练不符合程序 但检方认为 飞行报告不足以构成 刑事责任的要件 因此检方锁定 驾驶员因素和飞航 释航性两大方向来侦办 都没有查到复兴航空有过失 另外有过失的机师 廖建宗和刘志忠等人 则已经在空难中死亡 对于侦查结果 复兴航空发出声明 指出尊重司法 会严格遵循飞航相关法规 并精进飞航安全 而截至到今年六月底 复兴航空已经和所有 罹难机组员 以及七成的罹难者家属达成和解 每个人的赔偿金额 为一千四百九十万 记者蔡惠林秋福财台北报道